截至9月1日上午,美国政府已经安置了近2万名阿富汗难民,另有4万名撤离人员留在海外基地等待处理。 拜登政府说,过去几州从喀布尔空运了大约12.4万人,维吉尼亚州、威斯康辛州、新墨西哥州、新泽西州和印第安那州的8个军事基地被指派临时安置阿富汗难民,其中包括那些为美国政府工作和其他有风险的撤离人员。 这些地点总共可以容纳大约3万2千名撤离者,但官员们已接到指示,要在9月15日之前将容量扩大到5万人。 在抵达美国之前,撤离的阿富汗人已经被送往美国和北约在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基地。 这些基地目前能容纳不到6.1万人。 联邦数据显示,截至周三上午,海外撤离地点有270多名无人陪伴的儿童,至少有9名婴儿出生在撤离的家庭中。 据悉,被送往美国的人已经完成了安全检查,随后将他们转移到选定的住房地点,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医疗检查和进一步的移民处理,包括工作许可申请。 9月1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一项新的枪支法案生效。 根据这项法案,大多数合法拥有枪支的德克萨斯州公民都可以在公众场合携带枪支,而无需经由培训获得许可证。 有专家担心,这一法案会增加有关部门的执法难度,更难保护公众免遭枪支暴力威胁。 根据非盈利机构枪支暴力档案提供的数据,与2020年同期相比,今年德州不包含自杀在内的枪击案增长了14%,达到约3200起。 9月2日凌晨,爱达热带风暴的残余力量袭击美国东北部,引发纽约、新泽西等地出现强降雨、龙卷风等极端天气,目前已造成28人死亡。 纽约市进入前所未有的暴红紧急状态,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地铁车站和住宅被洪水淹没。 警方称,纽约发生了5起不同的洪灾,造成4名女性、3名男性和1名2岁男孩死亡。 纽约州州长霍尔9月1日晚间发布首个山红紧急预警后,承诺投资基础设施,官员们敦促,非紧急车辆不要上路。 此外,至少有4场龙卷风袭击了新泽西州和宾夕凡尼亚州。 新泽西纽瓦克国际机场航站楼遭到水淹,导致至370架次航班取消。 路易斯安那州则遭遇了4级飓风艾达后热带气旋,并出现了暴雨天气。 飓风及其余波摧毁了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数十万人的电力供应。 阿富汗塔利班9月1日在第二大城市坎大哈举行大阅兵庆祝胜利,展示美军留下的军备,其中可能包括一架武装直升机。 有消息称,阿富汗新政府的组件已进入最后阶段,塔利班将于9月3日公布组件新政府。 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宏扎达,据报将担任阿富汗最高领导人。 另一方面,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同日表示,不排除与塔利班合作,协调共同对付日前在喀布尔机场附近发动自杀攻击的伊斯兰国分支机构呼罗山省。 9月2日,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网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 指出,广播电视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不得播出明星子女参加的综艺娱乐及真人秀节目。 选秀类节目要严格控制投票环节设置,不得设置场外投票、打榜、助力等环节和通道,严禁、引导、鼓励粉丝以购物、充会员等物质化手段变相花钱投票,坚决抵制不良饭圈文化。 通知强调,树立节目正确审美导向、严格把握演员和嘉宾选用、表演风格、服饰妆容等、坚决杜绝、娘炮等即兴审美。 坚决抵制炒作、炫富享乐、绯闻隐私、负面热点、低俗网红、无底线神丑等泛娱乐化倾向。 严格执行演员和嘉宾片酬规定,严肃惩戒、片酬违规、阴阳合同、偷逃税行为。 2条文化。 1条文化。 2条文化。